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有一次杨幂去郭敬明家做客 看到一件毛衣就说这件毛衣这么好看 卖给我吧 郭敬明笑了笑 说这件毛衣46万现金还是刷卡 杨幂听到价格后惊呆了 一件毛衣竟这么贵 杨幂在采访时候表示 去他家都不敢乱走 生怕碰坏了一样东西 就要赔添价 郭敬明的房间里目光所及都是几十万的东西 吊灯50万 椅子40万 连一把雨伞都高达5000 还有各种名牌的包和配饰 一次郭敬明和杨幂去的时候 发现一处别墅很好看 就拉着助理要买下这套房 助理惊呆了 老板 一套5000万 你要买三套 郭敬明说 我就住一套用来办公 其他的当做风景 不得不说 郭敬明的豪气程度无人可比 电影《小时代》中的情景 都是郭敬明的生活写照 那时很多人对他的电影嗤之以鼻 直到现在大家才发现误会了他 因为上海的疫情 大家认识了上海人人民的豪气 但也是因为上海和小时候的经历 郭敬明才如此努力 想要成为有钱人 小时候他的身高才 一 迷五 很多同学都笑话他 认为他只是一个小矮子 从小郭敬明生长在农村 没来过大城市 结果来到上海之后 妈妈不懂上海话 被骂了一通 上海我觉得 中国很多大城市那种包容感 其实是挺强的 没有 那你要有钱 他妈妈没听懂 但是他明白上海上学的时候 大家都是名牌在身 只有他平平无奇 这样的压力让他愈加难受 甚至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都是用上海话来讲课 也许是被这样的压力推着 导致他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将来 一定要当个有钱人 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看不起 并且对于外界的批评 郭敬明回应自己的钱 都是努力挣来的 怎么花都不犯法 即使买各种名牌 也是自己一厢情愿 因为那都是自己的自由 不得不说 虽然郭敬明饱受争议 但是小编觉得 他的人生还是很励志的 那么你们觉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在下方 感谢观看